美国财税研究所 我是研究员彬彬 我是研究员可可 今天我们来讲 在家办公 您可以抵扣费用的第二期 因为我们这里讲了 我们没有讲W2收入 我们全部都讲的是1099收入 或者说您在家有一个小型的公司 第二种抵扣方式 也是可以抵的比较多的方式 就是regular method 就是国税局认可的普通方式 那这种方式 你要把你家的尺寸量一下 家里总面积是多少 然后量一下 你专门用作home office的房间是多少 然后把比例算出来之后 你再去归总你这一年 你家的开销 这些开销包括哪些 比如说家里的地税保险 或者您是租房的租金 然后等等水费 以及utility的费用 所有的费用加一起 然后乘以刚才您的办公面积 除以您的家庭面积的参数 就是您可以抵扣的额度了 是的 这样抵的话非常的划算 没错 但是您也要注意一个合理性 一分钟学会美国税务 欢迎孩子广临